哈喽,我们人是动物,动物就是要动的,最原始呢,就是基本上事实要动的,要有一个规律,没有规律都不重要的,但是我们走路,跑步,其实跑跟走是一样的,跑是比走快一点,还是一样,有规律性的,把你从一个地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。 那么其他的运动呢,只要你有动,四肢有动,那个叫运动的,那么其他的运动呢,基本上他是一种游戏来的,比如说,打球,打礼貌球也好,足球也好,这些为什么我讲是游戏,因为你跟对方较量, 你要打倒对方,所以基本上是一种游戏,那么游戏必须有个规则,那规则呢,就是 你要赢对方,不是做在体力方面,还有技术方面,那么游戏跟 那个体力呢,其实是两回事来的,你看看我们这种跑者呢,我们讲跑步,跑步其实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技术可谈的,就是体力。 谁的体力比较好,谁的体力比较强,那么谁就赢了,虽然我们是有比赛,但是没有比赛的成分是更加多的。 很多时候我们去参加比赛呢,我们是抱着说,那种气氛,大家一起,所以,一起做一样的运动,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种叫做欢乐跑,故宫里欢乐好,是最平常的。 打球是不一样的,球赛呢,我们讲球赛,你不可能说有一个球赛呢,我不是要赢你的,我只是参加爽爽的,你拼死都是赢人家的,以猫球,足球,那些都好,那么那个,赛跑呢,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在 挑战别人,挑战自己,就是我设定个目标,五公里我一定要完成,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要完成五公里,很多时候,很多人五公里对他们是一个很简单的,那个距离,你叫他跑完五公里,我看马来西亚人超过90%呢,没有办法不停的跑,不要停下来哦,不停的跑,那么完成个五公里, 如果你说走没问题,大多数人五公里啊,超过90%马来西亚人我相信,都可以走完一个五公里,所以五公里为什么这样子的 就是很热门的,就是因为你走也好,你都可以完成,所以一般上主办当季,他们就放了一个票题,叫做欢乐跑,那么欢乐跑呢,就没有所谓设下什么目标,奖项,奖杯嘛,只要你完成,就给你一个奖牌,就是完成的奖牌,我们叫做financial matter, 所以五公里你可以用多少时间完成呢,如果你是慢走,你可能超过一个小时,一个小时才能够完成五公里,有关系吗,没有关系啊,只要你欢乐,高兴就死了嘛,那么如果你快速跑呢,肯定不用超过半个小时,像我目前呢,我跑了六七年了,我大概是28分钟能够完成, 我自己本身还有个目标,还有更加进入本节目,27,26,可能年尾的时候我可以用25分钟,完成那个五公里,但是大多数人是没有设定目标,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开始跑呢,一定要开始走,五公里,每天坚持五公里,那么开始的时候呢,超过一个小时没有关系,那么过后呢,慢慢慢慢走快一点,走到快掉,快走之后, 然后呢,如果你能够呢,能够也半跑半走,那个更加好,那么你肯定可以少过一个小时,完成那五公里,那么之后呢,如果你可以呢,就是设定,比如说我要其中一两公里呢,我是完全不停下来的,我就是这样子跑过去就是了,那么之后你可以不是停下来,就是停止跑,但是还是往前走,完成那五公里, 那么之后慢慢呢,一公里能够完成,不停的跑,两公里,三公里,四公里,五公里,那个就非常好了,那么完成五公里之后呢,你再来,就是设定目标,比如说你完成五公里,开始的时候不停的跑,可能一公里你要花一个八分钟半,这样子呢,可能你要一个四十五分钟,才能够完成那个五公里跑,没问题,因为你是不停的跑, 是慢跑,慢跑英文有个物资叫做jogging,不是slow run哦,那么呢,之后就要running了,从四十五分钟降到四十,三十五,如果可以降到差不多三十分钟,已经非常好了,你已经是算一个,成功的跑者了,那么可以去,竞标了, 那个就是非常好的时刻了,ok,今天就讲到这里 哦,我要注意点一下做这个…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